哈囉大家好我是皮尔粉好久不見了 各位來吧我們的7點12點1終於來了 睽違了三個禮拜 但是如果你有看更新影片的話呢 會發現就就這 那粉紅姐在哪裡 好啦不管怎麼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的更新內容吧 好一開始呢他這邊有說這一次更新的四個點 對竟然不是用粉紅姐來更新的 我們的粉紅姐他這次很像不見了 這個更新方式跟隔壁的RDW World很像是一樣的對不對 對安國最近有什麼活動嗎 還是說他們公司內部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為什麼我們這次粉紅姐不見 還是說他們在安排某一次大型更新呢 我還是會朝好的方面那邊去想啊 不但會從不好的方面那邊去想 反正我覺得這次的更新的內容 總覺得跟以前的水準比起來有那麼一點差距 AX10特性 AX10強化寶箱 礦山卡片 跟UI改變 其中還有一個寶箱啊 他這邊沒有寫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首先呢是我們的AX10特性 沒錯就這麼簡單而已 多重駭客攻擊 合成AX10時呢 可以將骰點乘以2的對手的骰子 進行駭客攻擊 沒錯就這樣而已 然後呢這個時候我們的駭客攻擊的持續時間呢 只有7秒鐘 那我用沈默就好啦 沈默的時間還更久對不對 而且也一樣是兩顆 雖然說你7秒鐘如果你補血補上去 你要再把那個血量打掉 你還要再花7秒鐘 也是7秒鐘同樣的時間打掉 至少而言呢可能是14秒 他這樣的想法是沒錯的 但是 現今場上會有多少顆大力隊 但是如果以現在的場景而言 這個骰子或許是有用的 只要遇到大力隊的隊伍 如果用這個骰子去打的話呢 應該也是直接可以把他打爛的 因為原本害AX骰子能挨一顆嘛對不對 現在一口氣可以挨超多顆的話 只要挨到一顆然後我就要花費更加倍的時間 才可以把他挨回來 這個狀況其實是也蠻殘忍的 但是有用嗎 我覺得沒有想像中的有用 老實說我覺得有一點失望 對 真的是有一點 欸怎麼 還是拿其他骰子的能力來用 對雖然說看起來是還蠻殘忍的 就是如果這個骰子出現的話 拿來打大力隊 基本上是秒殺 對就只要撐到後面 因為現在的非大力隊好 不然就是四等大力隊 搞事大力隊好了 搞事大力隊的大力程度呢 基本上都已經構成了 都是可以打到狂暴回合的 當只要打到狂暴回合之後 我再去放我們的 搞事實在去搞下去的話 基本上應該都可以成真 但是如果要比泛用性的話 我覺得還是 沈默比較泛用 沈默的話直接合全程 要不然的話呢 用流動嘛 直接把對方給逼過去 雖然說大力隊對流動可能還好 可是對沈默的話呢 誰都沒一輒 所以呢 沈默還是太強 相對於現在這樣子 如果今天挨插 挨到是元陣 挨到的是核彈隊 那是不是這一隊就完全沒有用 挨到槍骰 當然也不擔心 除非他有暗改 我還蠻期待他有暗改的啦 這是最後一個可以期待的東西 因為他最後有留一句詳細內容 在遊戲裡面公開這樣 好啦那最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影片 有57者留言 結果呢 欸沒錯 完全沒有人猜到 我覺得啦 這個想法應該大家都有想到 但是應該不會想說 應該不會這樣子吧 所以會往其他方面去想 我覺得這一次的更新 應該是所有更新裡面 我覺得最失望的一次 欸老實說 老實說 好啦我們簡單的 給他滑下去就好了 看一下大家 有一個 只有這句話吧 這句話應該是所有文字裡面 我覺得最相近的 但是 也只是這個 一次害兩顆 可是他害星數的兩顆 有多少星數超多少顆 乘以2 對啦 有都差不多沒錯 但是就 就 就這樣 欸對 就這樣 欸 大家的想法我覺得都不錯 對 我覺得至少 總比現在這個好 至少玩法會更多變 現在這個玩法呢 我其實有一點想不懂 對 或許啦 這個玩法 我們可以給他丟到PVE裡面 然後就像 柯震沙那種隊伍一樣 就是在王冠出來的時候 把 像 像在給他 撐一波 但很像也只有撐一波而已 OK 以上就是這一次大家的猜測了 我覺得有一點可惜啦 真的是有一點可惜 竟然 只有這樣子 我是蠻期待他還有一些隱藏更新 或是數據調整的 OK 來吧 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那再來呢 是IX10的強化鑽石寶箱 在活動期間內 可以加快的距離獲得IX10 大概是20%吧 然後多了10%的機率 可以抽到其他的 總共是30% 如果你要抽這個寶箱的話 在這個時候抽回是最香 只不過呢 我老實說 我不太推薦抽這顆啦 其他骰子 像之前的旋律啊 海嘯啊 這些什麼的 至少是新骰嘛 我們都先抽一顆出來 可是這顆骰子呢 我相信大家都有了 啊就算你沒有了 其實我也不建議用鑽石去抽他 畢竟呢 他的能力就擺在這裡 除非啦 我們到時候開箱之後 我還是會開箱 然後呢 看一下他的狀態 有沒有隱藏的特性在 又或者說 他其實可以讓趴傷增加 又或者說 其實還有一些奇妙的 奇妙的玩法 或者說他連那個搞事隊都可以 連那樣原陣啊 核彈啊 都可以反傷 這樣的話呢 或許還有點搞頭 不然的話呢 老實說 我們還是 PASS掉這顆骰子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那接著呢 是一個全新的活動 他叫做卡片礦山 簡單的說 很像就是我可以掛機 就能夠拿卡片 他說每小時發放的卡片 最多以600回憲 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活動裡面 和回合的最高紀錄 每小時可以獲得卡片的活動 總共是兩個禮拜 然後在5回合 15回合 25回合 45回合 都會獲得一個增 簡易效果 好啦 我們到時候玩玩看就知道 其實這種活動 看他介紹其實沒有很明顯 而且他也沒有在遊戲裡面玩給我們看 感覺應該就像是 單人模式 然後我們要自己打下去 可是不知道他是用誰的牌組啊 但是如果可以每小時發放600的話 那還蠻誇張的 這樣的話 我一天就可以拿到14400張卡 如果是14天的話 就可以拿到將近 我先 至少20萬張卡 假設我第一個小就拿到600張的話 有這麼誇張嗎 好啦 我們到時候再來給他感受一下 12號嘛對不對 今天11號 那就是明天更新了 好啦 最後的話 他有一個隱藏的東西 叫做接力禮包 每當獲得免費或付費的道具時呢 將會開啟更具有價值的禮包活動 等一下 這會不會又是一個課金的東西 只不過 對啊 他就更有價值 他這邊範例是用免費的方式拿到 然後我們又用免費的方式拿到第二個 直接免費嗎 有這麼簡單嗎 最後一個是說要花5000塊可以拿到強化鑽石寶箱 我覺得 欸鑽石寶箱我覺得還可以 但第二個免費我就有點看不懂了 對啊 好啦 反正就這個樣子 到時候看了就知道 難道說我們 假設我今天課金了一個月亮禮包270塊 然後呢 會出現4顆的月亮禮包390塊 然後呢 課完這兩個之後呢 會再出現兩個禮包 然後全都是用課金的方式來拿到這些東西嗎 如果這樣的話 對課長他們其實還不錯 但是如果對一般人而言的話 那個差距會更明顯 雖然說這個遊戲對於差距而言沒有那麼的嚴重 但是我覺得心態很像有一點 有一點 你懂的 欸突然不是很好講這件事情 哈哈哈 好啦來 周飛我們繼續看下去 最後一個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最後一個更新啊 就是他的UI調整 不過只有PVP的部分而已 他說改善 沒有欸 只有改善五人大亂鬥而已嗎 還是其他活動都有 五人大亂鬥 喔沒有 他三個東西啦 修正PVP的UI 五人大亂鬥的指令對手的動畫 應該是有時候都會點錯或怎樣的 然後修正一小些UI 這個UI的話 可能就大家在遊戲裡面注意仔細看一下 可能會有一些顏色或是大小或是深色 或是一些奇妙的介面 好啦這個大概就是這次的更新啊 算是一個小更新啊 雖然說等了三個禮拜 只等到這個更新 難道說他們是在等V1.8嗎 V1.8.0.0 其實他現在的更新狀況 我會覺得說他是不是又在做下一款遊戲了 有點像當時RDW RDW的時候 對 RDW的時候也有一陣子的更新幅度 超級超級的慢 而且內容也超級超級的沒有 那一陣子其實拍片拍得非常痛苦 而這一陣子我覺得我拍片應該也會非常的辛苦 就等於是要把以前的東西拿出來用了 OK好啦今天影片就給大家到這裡啦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那如果還可以的話能不能給這支影片個讚呢 我是PFY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拜拜 那兩結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